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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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擁抱大香港主義的早安 今天有我 黃陽達 和阿飛 早安 大家給一些 應該就出了街 應該就出了街 但是就給一些 給一些反應來 給一些反應來 正面思維竟然是 假狗來的 我以為正面思維是 是萬熱狗 因為正面思維是我的NFT朋友 竟然會有NFT的朋友 不是真熱狗 奇妙 原來十秒前已經在出 聽中連十九零 倒數十秒都聽到 那好吧 開節目的氣氛 開節目的氣氛更濃烈 早安 這是擁抱大香港主義的早安 我們首先由這一刻 把阿飛的大挑戰 先截掉 截掉 但我知道阿飛一定是 流不完的了 因為事實上 讓我先檢查一下 現在讓我先檢查一下 好 待會再檢查 待會再檢查 但我相信是流不完的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 因為我今早起床看的時候 都有點失敗 所以 喂 有些連我的評論都失敗 就不好 不是呀 有回覆了 我今早是有回覆了 我那個都失敗 我也有回覆了 五年內 五年內超越大台的廣告片 你的評論都不回覆嗎 怎麼會沒有回覆 我有一個評論 你有看到其他人 我有一個評論 叫訂購PASSION PRIME 馬上訂購PASSION PRIME 你有沒有看到 我應該是在下面貼了PASSION PRIME的連結 我記得我的快報 這樣就被人刪除了 不會吧 是的 這些連結是會刪除的 它自動AI 這真的是非戰之罪 但是呢 就證明你 證明你少在YouTube上 玩comment 證明你少留言 我記得給了這個 我給你多次機會 我給你多次機會 你現在再進去看 你現在再進去看 現在又去看霧 那是吧 就算其他 即是我沒有腦核你 就算其他有 那我是不是沒有腦核你 沒有 是不是 有些人說 我很難那個 我也有回應 我今次說 沒有沒有 我現在正在回覆 回應著大家 但現在都是沒有了我的comment 是嗎 是啊 很多都不知道為什麼會沒有了 看一下 蕭公子那個中環看天下 你有沒有留言 有一個 選擇性的 不是選擇性的 這個 剛剛看到也有 有型 全部都有型的 但現在是看不到 就算這個 這條 這條片我是第一個 留comment 但是我的comment 都沒有了 我是第一個 蕭生的條片 要多多支持 現在都沒有了 我的留言 唉 真可憐 真可憐 喂 第一節說什麼 第一節說什麼 好了 那 首先 先跟大家說 大陸的事情 我們就不說了 OK 大陸的事情 我們就不說了 消息也不準確 但是 我們有些朋友 在大陸 大家都 謹慎一點 我們說什麼呢 我們先說一些 我們最喜歡說的老話題 我們是追星族 所以我們最喜歡看 演唱會 明星 但是很不幸地 就是 紅館演唱會 7月28日 沒錯 又說MIRROR演唱會 紅館演唱會 7月28日的MIRROR演唱會 出了嚴重的意外 大家之前一直說 等報告 結果報告出來了 然後就拘捕人 拘捕人 但拘捕人 我們總覺得 心有戚戚 然後 還要早兩天 看到MOS第一次洗澡 就出了新聞 然後 在星期五的時間 在星期五還是星期六 在星期五還是星期六 就參與這個MIRROR演唱會 的舞蹈員 做了一個叫做 Hong Kong Performance Concern 的IG帳戶 應該是新製的 我顧慑 他在那裡出了公開信 其實在IG出了公開信 也是令我覺得 挺棘手的一件事 但無論如何 他們出了公開信 我們趁這個節目的時間 就讀一下公開信 一開始前言 至公眾及各位傳媒朋友 我們是2022年7月28日 紅館演唱會時故的攝氏舞蹈員 攝氏舞蹈員 好像他們做的事情 好像他們騰空 攝氏舞蹈員 距離演唱會時故發生至今 已經將近四個月 除了政府釋出階段性調查報告 釋出階段性調查報告 報告就不是用釋出的 OK 報告是用公佈或者發佈 我們認為此刻能在不妨礙司法公正的情況下 以情況中術的形式向公盡披露表演者在次演唱會中 遇到的困難及交代我們近況 先喝一口水 嘩 剛才連我都拿了一下 我們此刻選擇公開的用意並不是針對任何單位 為希望各界能對次次演唱會時故 所引致到的行業生態問題有更多關知 有更多認知和了解 寄望這些問題浮上水面後 能引起社會關注、正視及共同監察事態發展 以導致同類型悲劇再度發生 等等我正在按公開信的另一個項目 首先對於政府調查報告的結果 我們感到極度震驚及失望 我們早於演唱會的前期階段 便認知到舞台有潛在危險 忘記了從何時開始 我們踏上台盤表演之前 互相訴說的不再是good show 而是萬事小心 但現實殘忍地告訴我們無論再怎樣小心也好 最後也還是躲不過這場毀滅性的災難 更令我們感到絕望和害怕的 是當時所注意到的潛在危險僅是冰山一角 原來舞台早已危機四伏 而我們卻猛然不知 看到虛報數字落差之大 我們禁不住在心中立喊 為何上天如此的不公 為何他人抬忽職所種下的惡因 卻要賣力演出的我們 代其承擔惡果 到底是哪裏開始出現問題 導致事態發展至如斯田地主辦單位 我可以立即回答你的問題 就是因為主辦單位射博 不面對責任 我們立即便知道問題在哪裏 可能及的情況下盡力表演 致力為觀眾帶來最好的舞台及作品 當這些汗水和努力結出成果 得知MIRROR將要迎來他們 演藝生涯的第一個紅館演唱會 而我們能夠陪伴他們一起登上 只不過大的舞台實在是從心底裡感到自豪 然而誰也沒發料到當初大家最期待的舞台 會以如此悲劇的形式腰斬作結 災難發生後同為受害者的我們 亦在日常生活中互相關心 更新大家的心理、健康狀況、工作情況等等 這段就告訴大家 他們24個和MIRROR12個是好朋友、患難與共 起碼盜絕了鏡粉攻擊他們 而這次合作的舞蹈公司Studio Dance 和我們舞者們的僱傭關係 仍然在刑事調查當中 在這裏我們就不方便作出更多的回應 他們就不方便去討論Studio Dance 即是請他們那間跳舞公司 即是有沒有買保險等等 但其實已經有很多舞蹈員 在不同的渠道都說過 其實沒有理由責任會落到跳舞老師那裏 但他們就不評論 另外就是 此外我們基於精神、情緒狀況 以及個人考量下 就一些事故後的生活寶座 與主辦方MECAVIL和大國文化達成協議 原來是不能說話的 看不看得明白這句話 他就說 他就說 有些事故後的生活寶座是甚麼 阿菲? 即是甚麼 事故身的補助應該是錢 多數都是 想到想到 因為有這些事 於是他們雙方達成了基本協議 那基本協議是甚麼 基本協議就是 付了錢就不要再說話 這是阿菲說的 如果有法律責任就去找阿菲 我沒有這樣說過 我不知道基本協議是甚麼 阿菲就這樣估計 阿菲這樣估計 為甚麼阿菲這樣估計 但是他雖然達成了一些 阿菲認為是不可以說話 我不知道是甚麼基本協議 雖然達成了這樣的基本協議 但是這群舞蹈員說 他們仍然認為整個事故的後續處理 需要持續進行 有很多安全議題 仍然有待相確 我們於上文提及 在演唱會前期已經留意到的 舞台有潛在危險 為了日後表演者能夠 在更安全的環境下工作 我們有責任向公眾披露 我們前期所遇到的困難和安全隱憂 從而讓表演者 主辦單位和社會大眾正視 跟進處理這些潛在問題 從而改善這個行業生態 這些官腔 到底有甚麼問題呢 公開信一 問題一 表演者舞台機關和特效彩排時間 嚴重不足 首先舞者和舞蹈員 只有僅僅兩天的時間 只有兩天的時間 進入紅館彩排 而每一首表演曲目 只有15分鐘時間 讓表演者上台 踩台進行彩排 彩排時間嚴重不足 表演者在舞台上傾力演出之前 需要時間熟習舞台和 教對表演項目中 信息萬變的舞台走位同時 舞台上也有不少機關和 舞台聲貢、煙花等等 需要舞蹈員在表演時配合 以上要求的必要協調 都需要一定時間在舞台上調整 但是他們由6月開始 日以繼夜進行彩排 總共十首歌 有報導部分的表演項目 期待到時為觀眾帶來最好的表演 但結果大部分的表演曲目 連最基本的順序踩毀都不夠時間完成 更旺論完成所有踩毀之後 播放音樂去演練一次 即是連播音樂去演練一次的舞步都沒有 苦練了近兩個月的成果 在最後階段礙於時間不足 草草了事 而兩天的彩排期間 我搞清楚 他們這段說是 他們由6月開始進行日以繼夜的排列 是說排舞、跳舞 但他們現在說實質彩排 和在台上彩排只有兩天 明白嗎?聽得明白嗎? 即是去紅館的台彩排只有兩天 也沒有一些另外搭景給他們熟習的機關 只是在舞蹈室自己在跳舞 實質彩排的事情只有兩天 兩天的彩排期間並沒有完整地進行一次連燈光舞台機關特效的Full Jazz Rehearsal 這就令到我震撼了 連Full Jazz Rehearsal是沒有做過的 沒有做過一次Full Jazz Rehearsal 因此表演者是不能夠確定表演時舞台的實質狀況 也不清楚機關特效出現的時間和位置 每一次演唱會於實質公演之前都會進行一次Full Jazz Rehearsal 甚至於香港外情也會 用整個表演按著流程預演一次 模擬一次實質情況 Full Jazz Rehearsal除了可以給表演者一次實質體驗 也能夠在正式公演前調整狀況 它還是一個重要的排錯過程 排除錯誤的過程 主辦方、製作團隊以及表演者可以藉此機會 發現潛在問題並且提前處理降低風險 但就沒有做到 本來彩排的時間已經極度缺乏 雪上加霜是連最基本完整的Full Jazz Rehearsal都沒有 大部分的機關燈光和煙花效果 我們都是在演唱會的首場演出才是初次看到 例如在這個Ink Light的項目 Ink Light是不知道誰的歌 應該是其中一個MIRROR成員的歌 在這個Ink Light的項目裡面 全體舞蹈員頭頂上空運作的升降機 升橋機關 我只是在台中用了一天 有一條橋半空、架空 十二有整班人站在上面 好像中間也有人在上面跳舞 那麼那個升橋機關 我們在舞台表演當刻 才與觀眾一樣首次看到的實質運作 或者之前是看不到的 我們在不確定舞台安全的情況下 緊張地懷著不安的情緒上台表演 說7月25日公演當天才是真正的Full Jazz Rehearsal也毫不為過 再者,部分煙火特效也從未於彩排期間 被舞蹈員實質展示 由於沒有進行一個完整的Full Jazz Rehearsal 舞蹈員7月25日演出當晚才首次親身體會 絕大部分的煙火效果 舞蹈員對於其規模、噴發時間和噴發位置等重要安全資訊 於上台表演前完全是沒有清晰的認知的 舞蹈員在演出前僅接收到的口述和文字 粗略告知大概噴發位置和發生的時間 煙花 煙花什麼時候噴出來是用口說的 就是說在左邊 知道有煙花爆炸嗎? 在左邊大概三部 7月28日演出當日我們於升降台台底準備出場表演King Kong 這首歌 King Kong是誰的? Anson Lo的嗎? 還是Anson Kong的嗎? Anson Kong的歌 在演出King Kong這首歌的項目之前 先被告知原本的噴火效果將會改為噴煙花 噴火改為噴煙花 噴火變成噴煙花 煙花是哪種煙花? 爆不爆? 滴滴金也是煙花 維港上空也是煙花 你說哪種煙花? 轉地龍也是煙花 有點煙花 你說的是… 是 nod 那些煙花 还是 你是说哪只煙花 还是 那只煙花 然后 你没有空跟你说 只是 就是 差很远 但原来不知道 是在臨星上去之前才告訴你 原本噴火在那裡 原定噴火的效果 將會轉為噴法焰化 緊急改動之下卻沒有其類型 噴法時機、噴法位置等重要資訊的清晰字 你今晚說一次是否招砰還是砰 第二封公開信 就是了 這個這樣就 不是,這是問題2 問題2 現在問題2 問題2 舞台機關於彩排及演出期間屢次出現機械故障 損害及延誤直接危害演出人員人身看全 第一,原定於7月24日晚上10點開始的Full Jazz Rehearsal 因為舞台機關多次固醉而引起而誤 導致表演者在7月25日凌晨一時才能夠開始Full Jazz Rehearsal 而7月20日,大家聽到這很奇怪 又說沒有Full Jazz Rehearsal 原來7月25日凌晨1點又 不是,他沒有完成的 因為7月25日凌晨的Full Jazz Rehearsal 演練All in One 這首歌 原定在台中降走藝人的升降台 在下降之後沒有依時上升 直接導致這個舞蹈員 就是Sisek 這個 是Sisek還是Sisek 怎麼讀這個 先看看怎麼讀 Sisek Sisek Sisek跌落升降台台底受傷 需要由救護車送院 及後製作團隊沒有即時 彩排,暫停所有彩排 及後正式表演中 舞蹈員Sisek也因為受傷 未能夠上台演出 這個意外對我們造成了實質身體傷害外 亦為我們的士氣帶來沉重打擊 在缺乏彩排的情況下 我們本來已經如坐針尖 在舞台早已多次發生故障 為何問題仍然未能夠處理好讓我們上台 因為主辦單位 我回答你 這個意外難道真的無法避免嗎? 就著這些情緒和疑問 我們就在社交平台 即是當日 我們即是那群舞蹈員 就在社交平台上發佈全黑的限時動態作出控訴 這也是我們第一次就舞台安全問題公開發聲 其實 我們這24位舞蹈員 連一次也未試過齊整地上台表演 我們一起苦練了兩個月的時間 只是希望可以齊齊整整開開心心地一起享受舞台 我們本來還在期盼後面的場次中 我又忘了怎麼唸 Siska 身體許可的話 即使只出場一首歌也好 我們24個也可以一起上台表演 僅僅四天後 遠遠比這更嚴重的災難便將我們這卑微的心緣徹底粉碎 第二 7月28日演出期間 舞蹈員在台底準備出場時 曾經目睹台底升降台台邊附近有一條目測 高度約20至30厘米 並非原定舞台效果的火舌 即出現了一條沒有見過的火舌 但未見火勢熄滅的時候 舞蹈員就已經被升降台升上台面 或者差點燒到 或者已經燒到也未定 第三 在7月28日演出期間 表演曲目King Kong尾段 原本應該降到平面的升降台出現故障 舞蹈員需要從約兩米高處跳下升台 以走到下一個位置繼續演出 這就是出現了很多很多很多的問題 出現了這麼多的問題 很誇張 非常誇張 那麼誇張 綜合來說幾件事 沒有全音樂錄音 不知道煙花的位置 不知道機關實質上是怎樣運作 接著7月28日 第一天演出是28日 是25日 是28日 是28日 7月25日第一天演出 7月25日第一天演出 才正式看到所有事情 好了 現在 現在走出來說了 現在走出來說了 其實這些事情之前都說過 但是沒有嚴正地去控訴 之前已經說過要關注這個問題 但是之前說完之後沒有關注到 出完這個全黑IG的故事之後 之後也要繼續 這個 這個 沒有導者的一個公開信 可以說是直接回應 Lockman 那天走出來開記者會 Lockman那天走出來開記者會 代表公司說話的時候說幾件事 第一就是 其實彩排時間都 平時都是差不多這麼短的 如果以他們以前做舞蹈員來算 除非那些很大型的 但是全世界 現在全香港最大型是你們的 最大型是你們的 Mirror 但是他就說其實 每個表演都差不多是這樣的 又不是特別短時間的 都是這樣 然後記者就問到他 那應該是否應該暫停呢 如果有些狀況是怎樣的 接著Lockman就在採牌 不是在採訪的時候就說 老師教我們 So must go on 就是這個So must go on 就搞到現在這樣的情況 搞到這樣的情況 政府出了調查報告 抓人 但是大家都不滿意 至少舞蹈員不滿意 那為什麼會不滿意 阿菲力覺得他們為什麼會不滿意 為什麼會不滿意 是啊 現在都抓了人 現在又抓了人 然後 他們應該 他們應該覺得負責任的人 沒有出來負責任 是誰啊 就是一間 那個叫做主辦單位 主辦單位是誰啊 那個 ViuTV 就是啊 ViuTV 就是啊 你看阿菲 你不知道在說ViuTV的MIRROR嗎 你以為在說TVB 你以為在說TVB 你以為在說TVB廣告部徐小姐 你以為TVB廣告部徐小姐要出來負責 不是TVB廣告部徐小姐 是Viu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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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花姐 還有這個 還有這個 老先生 好了 他們不用負責任 好 那這個我們大家知道 對不對 我們大家都知道 我們大家都知道 喂 好像沒有人需要負責 好像應該要負責 那些人還是不用負責 好了 那他們現在都是覺得 你是因為這樣而覺得不夠彼 因為所有事情都會轉動 MIRROR又重新投入工作 MIRROR重新投入工作 COLA又重新投入工作 除了蘇師兄 然後MOO又充到薪水 然後調查報告又出了 又發現了問題在哪裏 又加強監管 基本上所有事情都放在地面做 然後還要拘捕了人 又拘捕了魏能 以及這個協興隆 是不是魏能和協興隆 拘捕了的人 阿菲胡亂鬧 你連ViuTV的名字都說不出 你竟然說得出協興隆的名字 因為上次有查過 查過記得這兩個名字 你肯定是協興隆? 你肯定是協興隆不是和合隆? 協興隆不是和合隆 還是和興隆? 也不是和美隆 肯定是協興隆 沒有理由的 沒有和字在前面 通常有和字頭 不是在這裏用的 然後就拘捕了人 協興隆又拘捕了 這個魏能又拘捕了 為什麼還不滿意? 你問下去 沒有理由不滿意的 又拘捕了人 政府又出了報告 又出了聲 警察又出了聲 然後MIRROR又拘捕了 為什麼還不滿意? 不滿意的原因只有一個 不滿意的原因 一定是 主辦單位沒有為這件事負上責任 沒有為這件事負上代價 就是出完報告之後 主辦單位好像可以控告人一樣 而且又不用出來面對群眾 面對公眾 連面對公眾這個責任都是交給MIRROR做 這些都是不滿意的地方 好了 現在已經是 20 已經是11月20多日了 出了這個公開信 出了這個公開信的時候 已經是11月26日還是27日出了? 26日出了? 25日出了11月25日出了這個公開信 那這個 你選擇在這個時候出了這個公開信 這個訴求就很明顯是我剛才說的那些事情 那我們看看Denser公開信的訴求是什麼 他一開始就說 這個Denser公開信的訴求就是 我們此刻選擇向公眾披露這些資訊 並不 意在針對任何單位 只要這樣就close case 你沒有單位想針對的那說什麼呢? 不要說了 既然沒有一個單位針對的那不如粉筆自抹掉吧 是不是 那大家搞多些講座啊 印些小策子啊 做些網站關心關注一下安全就算了 如果沒有一個單位要針對 有些單位已經被人拘捕了 是不是 魏能和協平龍被人拘捕了已經有人 還要是欺詐呢 欺詐了誰呢 可能欺詐了ViuTV啦 可能欺詐了Miccafield啦 那如果沒有人需要 去給你去 去針對的 即是沒有一個單位你覺得是需要揹飛的 那其實沒有必要講的 沒有必要講的 那但是他一來就說了 向公眾披露這些資訊就不是在意針對任何單位的 亦都不希望呢 無了期的追究和指責 那粉筆自抹掉吧 是不是 是不是 那其實就是要追究和指責嘛 只是希望呢 表演業界呢 及公眾能夠以此事為鑑 為表演者提供更多保障 及一同改善行內風氣 為了能就這次事故 提供更全面妥善的後續處理 我們再次提出訴求 好 看看他們的訴求是甚麼 訴求是 果然是訴求有五個 扮犯訴求必 犯訴求必五大的 果然 五大訴求是甚麼 第一 主辦方對外披露期獨立調查報告 增加事故透明度 報告而已 我寫給你 二 調查小組同時調查彩排入台等前期狀況 真正了解災難發生的前因後果 第三 藝人管理公司就事故出面回應 承擔傳媒位置 不要再讓同為受害者的尼華成員承受輿論壓力 第四 業界未來為舞台安全議題作出根本性改變 第五 邀請表演行業相關人士聯絡我們 共同思考我們在自己的位置上可以有甚麼 多實質行動 帶來改變 這就是五大訴求 最後還有甚麼要說呢 我們為此負上尋寵代價 我們其他業界未來有更健康的生態發展 讓每位表演者得到他們應有的尊重 讓悲劇不再重演 希望再也沒有人 要經歷我們走過的地獄 沒有人需要體會我們心中的悲痛 其實這個公開信是有力的 這個公開信是有力的 因為事實上是說了舞夫 舞夫 dress rehearsal 也說了 就是 有些很離譜的狀況 例如煙花怎麼放 到底是招砰還是砰還是字 都沒有說 當然是 跳不了 還有機關去到林正式演出的時候 都沒有看過他怎麼動 但問題就是 他就不針對主辦單位 那個 原因我們都在公開信裡面都說了 其實就是因為跟主辦單位本身有個協議 就是跟大國文化 和這個Megafield 有個協議 那就是因為基於他們的生活的寶助 還有因為精神上面 心靈上面 或者是情緒上面 一些協助 還有生活上面的寶助 於是就跟 Megafield和大國文化簽訂了一些協議 那些協議是什麼我們就不知道 阿菲你覺得那些協議是什麼 他就覺得是 生活費還是錢 我就不知道是什麼 但是 無論如何都好 其實理論上可能就不能發聲 但是你都出了聲 但是出了聲他又要寫明 不是針對 那個 主辦單位 其實不針對主辦單位 沒有什麼針對 他整個訴求裡面 他這麼大的訴求 只有一個訴求是具體的 就是不要再叫MIRROR出來開記者會 幫他頂了 但是其實 現在由禮拜五的公開信到現在 你看 他們連記者會都不用開 其實 沒有 現在沒有人回應過你們這幫 Danser 今天是禮拜一 你上個禮拜五 出了這個公開信 也因為你這個公開信 說明就不針對 任何單位 對 還有叫MIRROR 不要再叫MIRROR出來頂的時候 他的字眼也很妙 他就說你不要再叫MIRROR出來頂了 那他的字眼是什麼 那個字眼是說 藝人管理公司 藝人管理公司 就事故出面回應 就不要再叫同為受害者的MIRROR成員承受 輿論壓力 他不說那個是ViuTV 又不說那個是MIRROR 還有那個也不是在指涉演唱會的主辦單位 藝人管理公司 那大家卻卻卻卻眼望 你眼望我 不是在說我吧 我猜就不是 我猜就不是 那就繼續吃東西吧 那就繼續吃飯吧 那就不用理會了 那就不用理會了 所以你會看到一件事就是 沒有 沒有人說的 沒有人說的 沒有人需要出來回應他們 沒有一個人需要出來公開回應 這24個舞蹈員的 一個公開信 因為這個公開信又不是一個公開的指責 而且那些訴求 只不過是大家關心安全的那些 那就拍一些安全的影片 然後就叫大家 或者是做一些標語 做一個標語的設計比賽 對不對 我現在量一下標語 小心舞台 你我他 稍一不慎 就地瓜 這樣 挺好的 這個標語挺好的 這個標語挺好的 我現在提供了一個標語 再做一個標語 那就關注了安全 再做一個標語 是的 是的 我們要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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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齊心跳舞 米當玩 一不小心 你就坦 這樣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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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雖娃 那就立刻有警覺性了 是吧 對啊 他的標語 哇 roleró 擺在身邊 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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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摘到Mo的位置 一不小心 齊心跳舞 小心 我都不記得 齊心跳舞米當玩 一不小心你就掛在那個位置 然後我們演出的時候 他又想起來 叫了你小心 摘住你的屏幕 已經寫著你 已經寫著說小心 什麼叫關注安全 你的意思是什麼 關心安全 關注安全 然後叫人聯絡你 叫表演相關行業人士 聯絡你們共同思考 在自己位置上可以有什麼實質行動 在我這個位置上 就只能夠創作標語 我剛才已經做了實質行動 我已經量了一個標語 也挺有 說到尾 如果沒有人要揹票 如果一個主辦單位 所有這些安全問題都可以外判出去 那一定不需要揹票 那怕什麼 那怕什麼 拉人也不怕 等於賣四仔 等於賣四仔 你常常都在海關拘捕人 你賣四仔 現在沒有賣四仔 以前賣四仔和賣翻版DVD 有沒有試過拘捕主辦單位 有沒有一次 在香港歷史上 打擊翻版VCD 以及打擊這些色情光碟 有沒有任何一次拘捕主辦單位 我想問 我想問警察拿一個數字 有哪一次是拘捕主辦單位 還是拘捕那個是外判商 什麼叫外判商呢 就是那個 承辦商 承辦商 他是不是翻版VCD的承辦商 你們有沒有見到翻版VCD的承辦商 年輕的觀眾就沒有見過 翻版VCD的承辦商 十幾年前 我們經常在街上都見到 就是那個聲音 那個聲音都被拘捕了 他承辦了很多翻版VCD的業務 那聲音才會這麼拘捕 四樓四仔 四樓四格 四樓四格 快點這樣 追身 追身河水片 荷里活大片 荷里活大片 高清情宴 高清戲院版年次幕 高清戲院版年次幕 那些就是主辦單位的外判商 我是希望警察可以給我們一些數字 又或者警察有時候都被蓋過 那些賭檔大檔 有些賭檔大檔會被人被蓋 那些私鬥 那些警察有沒有捉過主辦單位 有沒有試過在蓋大檔的時候 捉到主辦單位 去法庭聽聽 有沒有試過拘捕這些 例如色情場所 那些有試過捉到主辦單位 我想就沒有 我想就沒有 這些你講 這些你講 我沒有講過 即是沒有的 對不對 沒有的 每次都是拉外判商 每次都是拉外判商 那對於主辦單位來說 最重要的是什麼 如果主辦單位 我跟阿菲是主辦單位 然後我們又要弄了 然後出了個事故 又拘捕了主辦單位 那我跟阿菲聊什麼 然後我又跟阿菲說 喂 下次準備多些 不是不是不是 拘捕主辦單位 即是我們是主辦單位 就拘捕了一些外判商 拘捕外判商 然後我就跟阿菲聊 下次找個外判商聰明一點 下次外判商聰明一點 他要主動認罪才行 等人拘捕也有 應該一早衝出來 說自己錯 我們給了錢 我們給了錢 承扮承擔 他不懂自己承擔責任 周圍查 下次找好一點 下次找好一點 找好一點 找一間聰明一點 一走衝出來 準備多些 還有準備多些 這些外判商 這些外判商 承扮商多多不怕放在這裏 是不是 有一堆 有一堆 還有判上判 追上去的時候 追多幾條線 那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如果你不針對著 現在應該要負責任的主辦單位 你只是說 我們大家一起共同談一下 如何思考一下 安全的未來 業界如何為舞台安全議題 作出根本性的改變 就是請多些外判商 其實我覺得根本性 現在已經有一個根本性的改變了 現在就是用了信和的方法 來營運演唱會 因為你們年輕人不知道 在說你們那些舞蹈員 你們不知道信和那些 翻版VCD如何運作 所以你搞不清楚主辦單位 和承扮商的關係 但現在你發現 原來主辦單位和承扮商的關係 就是幕後老闆 和聲音沙埋四仔的人之間的關係 那這個舞台安全 已經有了根本性的改變了 你還想怎樣改變 好了 接下來五大訴求裡面 有兩個訴求 是關於調查報告的 這個就是 每一次 無論是政治也好 或者是舞台意外也好 為什麼大家這麼迷信報告呢 那個報告可以為你帶來什麼 2019年的時候也是這樣 又說要獨立調查報告 現在出了這個MIRROR事故 又說要獨立調查報告 你要報告來做什麼 我不明白 報告有什麼神效呢 其實不需要報告 我都知道 你知道 你 譬如你 有時候你分區的字頭 有哪個大檔被人掩蓋 你就知道是哪個字頭 需要調查報告 你不用 尤其是現在 在紅館 紅館這個場 這段時間誰看我們知道 我們知道是誰搞的 這個書 為什麼要調查 我們知道這個書 是誰搞的 我們知道MIRROR的老闆是誰 但是你在公開信裡面 就連寫他的名字都沒有 好像佛地摩一樣 那個人變成藝人 藝人 藝人管理公司 他連名字都沒有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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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說 喂 要調查報告 沒有用的 調查報告 還有調查報告已經出了 已經出了 我再要多一個 你再要多一個 再給你 我又幫調查報告 印上我的標語也可以 印上標語在報告的封面上 所以是很可憐 他甚至是一直都因為 這群舞动家基努 선子的訴求和公開信 到 tossed兩天之後 都沒有在 有報導 有評論 包括我們這裏 最後得到的什麼 最後得到的是黃洋達來創作標語 你实际得到的就是我创作的两句标语 所以他没有回应你 其实就不是说舞蹈员做得好不好 不是说他们的公开信又没力 而是他们签了赞 在公开信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说他们签了 签了一些协议 还有还有一件事就是什么呢 还有一件事就是你还要继续 你还要继续 你现在哪里有公开 你现在有公开叫旺的地方 只有MIRROR而已 那你MIRROR要开工 那你之后你要开工 还有开工上位了当然是 DANCER份工就不是说 有什么银食的工 但你都希望 你还对行业有稀奇 还希望继续演出 那现在最多演出是哪里呢 又是MIRROR MECAVIL ViuTV 是他们了 于是乎你现在就很无力 你出一个公开谴责 你不可以谴责他 而其实除了他之外 没有人被谴责 所以他也很无奈 于是乎 现在就出了一个公开信 是一个蒼白无力的公开信 连一个回忆石沉大海的公开信 完全没有回忆 但是你没有办法可以有力地针对这个MIRROR TV 你没有办法针对这个MECAVIL 因为你的位置 你的岗位 你的难处 你的考虑 所以是很悲哀的事件 这个很悲哀的事件 而这个悲哀事件 而这个悲哀事件 就是 我想说 其实没有人有力可以在这件事上 去令到这个主办单位 MICAVIL ViuTV 去承担那个真实的责任 现在唯一承担的责任就是大国文化 就是ViuTV开来 专门要来开演唱会的那间公司 现在暂时就说 可能永久性不是暂时 可能永久性就订不了康民署的场合 唯一是这样的 那间公司就是那个学来而已 名字而已 用不了这个就开一个或者别的 但是核心就是 我们之前说过很多 主办单位没有叫停表演 主办单位没有提供足够的时间 给他们彩排 现在整群舞蹈员说了出来 然后主办单位 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叫停表演唱会 甚至乎就是把那件事说 演唱会监制有问题 演唱会监制有问题 那MICAVIL的处理是什么 就是叫花姐坐下去 花姐做演唱会监制 我非常记得这个历历在目 第二天之后 花姐坐下去做监制 然后大家立刻安心了 没有事了 没有意外了 转过头 那个屏幕就砸下去了 好了 那这些东西全部都没有被追究 而不追究这些东西 那所有东西都可以由外判商 将责任外判了它 那有什么问题 而这些东西都已经是当事人 他们已经是这件事的受害者 但是他们能够发出的声音 都是如此苍白无力 那实际上有谁可以为这件事 叫有力地发声 然后令到这个ViuTV MICAVIL回应呢 其实就只有MIRROR 有筹码说这些说话 只有MIRROR 外界没有一个给到压力 尤其是现在有镜粉 有镜粉护着整个主办单位 最大的受害人 阿Mo的老爸 ViuTV 这些酬情全部出不了声 出声也都无力 接着我们这些人 没有意思 我们最多就是做标语创作 刚才做了 对吧 最多就是印出来 对吧 印出来 阿菲你去街上挂 我去挂 你去挂吧 很近的 ViuTV 狗箭 你狗箭 在街上挂着网纸给他们看 让他们放工可以看到 所以没有人有力可以出声 就只有MIRROR 只有MIRROR 就有BARGINING POWER 但是 当然不会 对吧 甚至会出来代表公司说话 所以我相信没有人会回应 这班舞蹈员公开信 已经两天了 过多一个星期你都会看到 我相信没有人会回应他们 大家看看是否这样 好 我们这一节到这里 有没有课金 让我看看 你也看不到 有课金 下一次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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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狂疑狗奥斯卡的课金 我们下一次再说 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继续 我们现在去卖广告 下一次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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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次再说